接下来我们学习投资组合的风险和报酬 对于理工科的同学 如果您跳过了本章统计基础部分前面的内容 建议您从这里开始继续学习 好 我们先来回顾第一章讲过的内容 什么是风险呢 财务管理中风险指的是结果的不确定性 我把钱存到银行 银行会按照约定的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我的收益是板上钉钉的 不存在任何的变数 没有任何的偏差 这时候投资是没有风险的 如果我把钱投到股市里面去 市场会有起伏涨跌 行情好的时候我能吃肉 行情差的时候我就得吃土 好 实际的收益可能会远远低于我的预期 市场给我当头一棒 也可能会高于我最初的预期 市场给个意外的惊喜 只要是收益偏离事前的预期 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切 当头一棒也好 意外的惊喜也好 这都属于不确定性 都属于风险的范围 也就是说市场让你吃肉 让你吃土 两个方面都是风险的反应 好 财务管理所称的风险 是指与收益相关的风险 也就是收益上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量化的衡量风险与收益呢 假设一项资产的收益率是不确定的 可高可低 可正可负 这项资产的收益率体现为一个随机变量 好 这时候我们用那个变量的期望值 来代表这个资产的收益水平 好 期望值我们用字母R来表示 也称作期望报酬率 我们用收益率上的标准差 来代表这项资产的风险高低 标准差用希腊字母Sigma来表示 如果这项资产上的收益 偏离期望值的可能性更大 或者偏离期望值的幅度更大 意味着收益率的标准差更大 风险更高 好 只要是收益偏离期望 就算风险往哪个方向前并不重要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道练习题 这是根据教材里面图3-6改编成的一道题目 现在给出了假以两个投资项目 报酬率的概率分布图 左手边这幅图针对的是假项目 我们看到假项目的概率分布 以中间15%这条中轴线为对称轴 左右两侧是对称的 也就是说收益率的期望值是15% 收益等于15%的概率是0.4 好 如果收益下行 可能跌到5% 这件事的概率是0.3 收益上行可能涨到25% 上行概率也是0.3 好 收益会偏离期望值 偏离的幅度是正负10个百分点 好 右手边 代表以项目投资报酬率的概率分布 同样以15%作为中轴线 左右对称收益的期望值是15% 好 如果偏离期望值 有可能高出5个点 低出5个点 两边的概率都是0.3 好 AB选项 说的是期望报酬率的事情 从这两幅概率图我们可以看出 假以项目的期望报酬率都是15% 两个期望值是相等的 所以 AB选项都要排除在外 好 CD选项说的是风险的问题 假以项目报酬率偏离期望值的概率是相等的 但是假项目偏离期望值的幅度更大 达在正负10%之间波动 而以项目偏离期望值的幅度较小 在正负5个点的范围内波动 所以假项目的风险更高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道题目 这是根据教材图3-7改编的一道题目 假设假以两种证券 报酬率都服从正态分布 体现在图上就是这种 对左右对称的中型的曲线 图中实现代表假证券报酬率的概率分布 虚线代表已证券 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两个证券收益率的概率分布 我们看到两个证券的收益率 中间这条对称轴处在同一个位置上 这个对称轴所在的位置代表了证券的期望报酬率 所以两个证券的期望报酬率是相等的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横轴代表收益 纵轴代表概率 判断期望报酬率 你要看这个中间 山峰位置所在的横坐标 不是看这个山峰的高度 不是去比它的纵坐标 两种证券收益率概率曲线的区别在于 假证券的概率分布更加高损一些 这说明收益率向期望值聚拢的程度更大一些 偏离期望值的可能性小一些 而以证券 这个概率分布图看上去更加扁平一些 这意味着 证券收益偏离期望值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好我们来看四个选项 AB选项说期望报酬率谁高谁低 事实上两种证券的期望报酬率是相等的 这两个选项排除 好CB选项说的是风险的事情 对于政态分布的收益率来说 图像越是高损说明风险越低 越是扁平说明风险越高 所以这道题目应该选择递选项 以证券的风险更高 好我们再来看03年的这道选择题 假以两个项目期望报酬率相等 假项目的标准差小于以项目的标准差 那么下列各项表述最贴切的是哪一项 好这道题目里面 A B选项说的是可能性 C D选项说的是实际情况 对于随机变量来说 实际取值我们事先无法判定 讨讨论报酬讨论风险 都是在说可能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C D选项排除掉 假项目标准差小 这意味着假项目的风险小 也就是报酬偏离均值 出现更高的报酬或更大亏损的可能性 都会小于以项目 好刚才我们讨论风险和报酬 针对的是单独一项资产 现实当中很少有投资者会孤注一掷 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一项资产上去 这是一种赌徒心态的体现 现实当中投资者会把手里的钱拆分开来 投到多项资产上去 把鸡蛋放在好几个篮子里 构建一个投资组合 好假设一个投资组合中 包括N项资产 每一项资产各自的收益率 我们用R1R2直到RN来表示 每一项资产各自收益率上的标准差 我们分别用Sigma1Sigma2直到SigmaN来表示 好 投资者的钱分拆开来 投到各项资产上 每一项资产的价值 占投资组合总价值的比重 我们记错W1W2WN 好显然 所有这些比重加总在一起 就代表了投资者全部的投资资金 所有这些W加起来 总和一定是等于1的 好 当投资者把资金分散 他来投到多项资产上的时候 他真正关注的 不再是每一项资产 每一项资产各自的业绩表现 他关注的是这个投资组合 这一篮子资产整体的业绩 那么投资组合 整体的风险收益水平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先来讨论一种 比较简单的情形 两项资产构建的投资组合 更复杂的情况 三项资产的组合 多项资产的组合 我们放在本章的附录部分 再给您解释 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 两项资产组成的投资组合 这个知识点 既包括数学公式 也包括文字性的结论 公式有可能考计算型的题目 文字性的结论 有可能在概念型的选择题中考察 所以公式和结论 要求大家必须都要掌握下来 好 我们先来考虑投资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假设两项资产的期望报酬率 分别是R1和R2 投资者在两项资产上分配资金的比重 分别是W1和W2 那么整个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就是这两项资产期望报酬率的 加权平均 权重 就是两项资产 占整个组合价值的比重 也就是两个W 我们用第一项资产的期望报酬率 R1乘以W1 加上第二项资产的R2乘以W2 得到的就是整个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这个公式很简单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组合的方差 组合方差的计算公式比较复杂 可以概括成两个平方向 加上两倍交叉项 好 SigmaE代表第一项资产本身的标准差 我们用SigmaE乘以W1 然后取一个平方 这是一个平方向 对于第二项资产 用SigmaE乘以W2 然后再取一个平方 这又是一个平方向 好 先把两个平方向加起来 然后再加两个交叉项 好 交叉项里面既有第一项资产 也有第二项资产 既有W1 SigmaE 也有W2 Sigma2 好 交叉项是两倍的交叉项 所以前面乘以一个两倍 另外 交叉项还得体现出交叉的紧密程度 这个紧密程度 我们用两项资产的相关系数R12来表示 好 这个计算公式包含着相关系数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包含斜方差的公式 好 首先还是两个平方向 跟刚才前面的公式是完全一致的 接下来两倍的交叉项 我们写成两倍的斜方差 然后再乘以两个W 好 这个公式比较长 数学形式看起来也比较复杂 但是其实公式并不难记 首先您可以掌握我们之前说的记忆口诀 组合的方差等于两个平方向 加上两倍交叉项 好 怎么来理解这个公式呢 您还记得我们初中数学里面 学过二向式的展开公式 A加B的平方等于A方加B方加上2AB A方加B方就是两个平方向 2AB就是两倍交叉项 好 现在我们把Sigma1W1视作A 把Sigma2W2视作B 现在我们要求Sigma1W1加上Sigma2W2两项之和的平方 那么根据二项式展开的公式 等号右手边里面 Sigma1W1的平方相当于是A的平方 Sigma2W2的平方相当于是B的平方 这是两个平方向 好 最后2乘以Sigma1W1乘Sigma2W2相当于是2AB两倍的交叉项 好 但是这两倍的交叉项里面 我们必须还要放进去一个相关系数 体现出交叉的程度来 好 这样 我们根据A加B的平方等于A方加B方成立2AB 2AB里面塞进去一个相关系数 就得出了组合方差的计算公式 好 您也可以更直观形象的来把握这个公式 好 假设现在两口子吵架闹矛盾了 一开始谁也不理谁 各自生嫩气 两个人自己抱着自己 形成了两个平方相 后来把这事说开了 两个人重归于好 相互拥抱了两次 这代表两倍的交叉项 好 如果两个人静气前嫌 关系亲密无界 那么交叉项就会抱得更紧密一些 如果两个人心里边还有芥蒂 那么拥抱的就不那么紧密了 所以这两倍的交叉项里头 还得搁上一个体现拥抱紧密程度的相关系数 好 刚才我们讲的是包含相关系数的公式 我们从这个公式入手 可以推导出包含斜方差的公式 好 在两倍交叉项的公式里面 我们把两个SIGMA提取出来 让它跟相关系数搁到一起 好 现在我们来看 RE2代表两项资产的相关系数 SIGMA1 SIGMA2分别代表两项资产的标准差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公式 相关系数乘以两个标准差 得到的就是斜方差 我们用SIGMA1 2代表两项资产之间的斜方差 好 有了组合的方差了 组合标准差的计算很简单 直接对方差开一个平方 得到的就是标准差 好 另外 后面我们还会给您介绍 β系数的概念 这里您先有个印象 两项资产组合的β系数 是两项资产各自β系数的加权平均 好 这张表上有期望 有方差 有标准差 有β系数 我们可以说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是期望报酬率的加权平均 我们可以说组合的β系数 是β系数的加权平均 但是组合的方差 不是方差的加权平均 组合的标准差 未必是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我们需要分情况来讨论 好 我们先来考虑第一种情况 完全正相关 假设两项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 等于正一 好 我们写出组合方差的计算公式 两个平方向加两倍交叉项 好 交叉项里面 有一个相关系数R12 现在我们假定R12等于1 那么乘与不乘 无所谓 反正乘的是1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两倍交叉项里面的 相关系数拿走 公式取值完全不受影响 好 现在您把Sigma1W1视作A 把Sigma2W2视作B 那么右手边这串公式 其实就完全等同于A加B的平方的展开式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展开式的收起来 由此得出结论组合的方差 等于Sigma1W1加Sigma2W2取平方 然后我们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上 等号左右两边同时开平方 得到的结果就是组合的标准差 等于Sigma1W1加Sigma2W2 也就等于两项资产各自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好 您要注意 这个等号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 是我们一开始给出的假设 两项资产完全正相关 相关系数等于正一 好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 当资产完全正相关的时候 组合的标准差等于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这个结论必须要记住概念型的选择题 会考差 如果两项资产完全正相关 让你算组合的标准差 那么计算会非常的简单 您就做个加权平均就行了 用不着先算方差 然后开方得到标准差 好 我们再来讨论第二种情形 假如说两项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 R12它不等于正一 不等于正一就意味着一定小于正一 因为正一是相关系数能取到的最大值 这时候两项资产是非完全正相关的关系 好 我们写出组合方差的计算公式 两个平方向加两倍的交叉项 好 这时候交叉项里面含着的这个相关系数 可是小于正一的 乘一个小于正一的数 导致公式的取值变小了 拿走这个小于正一的数 会导致公式的取值变大 好 所以组合的方差 是小于拿走相关系数之后的这个公式 这样我们把等号右手边的公式收拎起来 得到的就是组合的方差会小于 Sigma1WE加Sigma2W2的平方 相当于A加B的平方 好 那么 我们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上 左右两边同时开平方 得到的结论就是组合的标准差 小于Sigma1WE加Sigma2W2 也就是小于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好 由此我们得到的最终结论是 如果各项资产并非完全正相关 那么组合的标准差一定会小于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好 我们把这个结论跟前面的结论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说不管相关系数取值如何 组合的标准差一定会小于或等于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如果相关系数等于正一 那么标准差等于加权平均 如果相关系数小于正一 那么标准差小于加权平均 好 对于计算型的题目 如果说相关系数小于正一 让你算组合的标准差通常会比较麻烦 您得先按照两个平方向两倍交叉项的公式 算出组合方差来 然后再对方差开平方得出标准差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道练习题 假设等比例的投资于A比两种正确 也就是说两种证券分配的比率 W1 W2都是50% A证券期望报酬率10% 标准差12% B证券期望报酬率标准差 分别是18% 20% 两个证券比重前面说的都是50% 我们来考虑两种情况下 组合的报酬率和标准差 第一种情况相关系数是0.2小于正一 第二种情况相关系数取到最大值取到正一 好 我们先来看相关系数是0.2的时候 组合的报酬率怎么算呢 不管相关系数取值是多少 组合的报酬率永远都等于两项资产报酬率的加权平均 事实上权重都是50% 那么组合的报酬率其实就等于A B的报酬率 10% 18%加起来除以2 14% 您注意到没有 在计算组合报酬率的公式中 根本就没有0.2这个数字 组合的报酬率完全不受相关系数的影响 好 我们再来看组合的标准差 由于相关系数不等于正一 那么我们得先算组合的方差 然后再一算标准差 好 组合方差怎么算 先考虑两个平方向 第一个平方向对于A正确 我们用12乘0.5取平方 第二个平方向对于B正确 我们用20乘0.5取平方 接下来两倍交叉项 两倍交叉项是指2 乘以12乘0.5乘以20乘0.5 两倍交叉项里面 您还得把这相关系数乘进去 乘以一个0.2 好 最后我们算出来 组合的方差是160 单位是百分号的平方 或者相当于是万分之一 那么开方之后 我们得出组合的标准差 是12.65% 好 您别想 当然以为是40% 这是160 不是1600 好 我们再来看 这道题目的第二问 如果相关系数是正义 再来算组合的报酬率和标准差 组合的报酬率还用算吗 完全不用算 直接去抄上一问的答案就可以 因为报酬率完全不受相关系数的影响 相关系数不管取多少组合报酬率 永远都是加权平均 好 第二问 组合的标准差 相关系数等于正义标准差就好算了 用不着先算方差了 直接做个加权平均 A证券的12%乘0.5 加B证券的20%乘0.5 就是组合的标准差 好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完全正相关和非完全正相关 两种情形的区别 完全正相关 意味着相关系数等于正义 这时候组合的报酬率等于报酬率的加权平均 而且组合的标准差等于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我们可以利用加权平均 我们可以利用加权平均的方法直接得出组合标准差 如果是非完全正相关 那么相关系数是小于正义的 我们仍然有组合的报酬率等于报酬率加权平均的结论 但是组合的标准差不是等于 而是小于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这时候通常要先算方差 然后开方计算标准差 这里的结论不但适用于两项资产的组合 同时它也适用于多项资产的组合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道练习 针对相关系数对投资组合的影响 我们给您设计了两道随堂练习 这是两道题目中的第一道题目 考察相关系数对组合报酬率和标准差的影响 先来看报酬率 相关系数对组合的报酬率有什么影响 答案是没有影响 任何情况下 不管是完全正相关正相关不相关 负相关和完全负相关 五种情形组合的报酬率 一律都等于报酬率的加权平均 不可能小于也不可能大于 好我们再来看体现组合风险的标准差 好 只要是相关系数不是正一 只要不是完全正相关 其他四种情形下 组合的标准差都会小于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只有在完全正相关系数等于正一 这一种情况下 组合的标准差会等于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好 任何一种情况下 组合的标准差都不可能大于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事实上投资分散化 有时候能够降低风险 有时候不能降低风险 但是任何情况下 投资分散化都不会增加风险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16年这道多选题 原题数学表述不太严谨 这里稍微做了一下修改 对于硬势来说没有实际的影响 好 现在有两项风险证券X和Y 组成了一个投资组合 组合整体的风险 低于两项资产风险的加权平均 那么我们来反推 两项资产报酬率的相关系数 可能是多少呢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目的解析 好 ABC选项中 相关系数是 -1也好 是0也好 是正的0.5也好 反正相关系数没取到正1 那么组合的风险都会低于 风险的加权平均 好 这里风险 其实您可以把它视作是标准差 好 递选项 相关系数取到正1了 组合的风险就不再是低于加权平均 而是等于加权平均了 好 两项资产的投资组合 我们就讲到这里 至于三项资产 多项资产的投资组合 情况比较复杂 考试中考察的概率很低 所以我们放在复录当中讲解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考察两项资产组合的一道题目 这是一道03年的计算分析题 至今已经接近20岁的高龄了 好 股票AB 部分年度的收益率序列 如下标所示 表格中两只股票 分别给出了六个年度的收益率 好 投资组合当中 股票A占40% B占60% 第一问 要求分别计算两只股票 各自的平均收益率和标准差 第二问 要求计算两只股票之间的相关系数 第三问 要求计算两只股票构建的投资组合 整体的收益率和标准差 好 需要注意 提干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表格给出的是部分年度的收益率 而且这样本量也不大 只有六年的数据 所以应当按照样本口径来计算标准差 好 首先 我们对提干给出的原始数据进行加工整理提炼出有用的信息 加工整理的方式是先加列后加含 我们要加的第一列是乘机列 计算每个年度A比收益率的成绩 好 第二列第三列是平方列 分别计算各个年度A的平方B的平方 好 加完列我们再来加行 我们加的这一行要算的是平均值 也就是计算这五列每一列的平均值 好 加完列加完行之后有了平均值了 就相当于从原始数据里面已经榨取出了所有的有用信息 您可以理解为从大豆里面已经榨出了豆油 剩下的豆渣我们可以拿去喂猪了 原始数据不用管它 我们后续计算只需要用到平均值这一行的核心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问 计算两种证券各自的平均收益率和样本标准差 好 对于A证券来说 平均收益率直接就是这个最后这一行里面的22% 再来看样本方差 按照计算式 我们用平方的均值减掉均值的平方 536减掉22的平方 这样算出来的是总体方差 我们还要乘以一个调整系数 把它转换成样本方差 怎么调呢 算样本方差有六个数该除几啊 该除五不该除六 所以该除的除不该除的把它乘回来 乘以六除以五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样本方差 好 样本标准差在样本方差的基础上开平方得到 您注意标准差和均值的单位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百分号 好 至于B股票 平均收益率样本方差 样本标准差的计算逻辑和A是一样的 我们不再解释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 AB股票收益率之间相关系数怎么算 您还记得相关系数计算的口诀吗 一个协方差除两个标准差 标准差我们有了 现在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协方差 所以我们先算协方差 协方差怎么算来着 您还记得那公式吗 乘积的均值 减均值的乘积 乘积的均值是AB这一列的平均值 594.5 均值的乘积是AB两列平均值的乘积 22乘26 这样得到了协方差 协方差跟方差的单位是一样的 都是百分号的平方 好 下面 我们来计算相关系数 先来看一种常见的错误算法 我们在第一问里面 我们刚才一步已经算出了A和B的协方差了 第一问里面我们分别又算出了A的标准差 B的标准差 现在一个协方差有了两个标准差有了 那么相关系数的计算就是碳囊取物 你咔咔算就得了 直接拿一个协方差来出两个标准差的成绩 得到这个相关系数 得到这个相关系数0.29对吗 这个数字不对 为什么 因为分子分母取值的口径不一致 A、B的协方差我们是按总体口径来算的 教材只讲了总体协方差 没说样本协方差 但是这道题目里面 A、B的标准差 我们都是按样本口径来算的 协方差和标准差的口径不一样 你不能就这么直接除得出相关系数来 好 具体解释我放在讲义中 上课时间不再给您念PPT的内容了 我们来看正确的算法是什么呢 既然协方差是总体协方差 那我们除了两个标准差 必须都得是总体标准差 协方差有了是22.5 两个总体标准差 我们可以重新计算 用平方的均值减均值的平方 然后开根号得出标准差 这样得出相关系数等于0.35 如果您对公式非常熟悉 也可以在前面样本方差的基础上 通过调整得出总体方差 然后换算得出总体标准差 好 根据前面的计算 我们得出了AB两只股票 收益率的期望值标准差 题杆中告诉了我们 两只股票在组合中各占的比 各占多少比重 最后我们也求出了两只股票之间的相关系数 0.35 接下来我们就看组合 整体的收益率组合整体的标准差 组合整体的收益率是AB收益率的加权平均 权重是0.4和0.6 计算过程比较简单 不再解释了 因为相关系数不是正义 所以算组合的标准差 得先算组合的方差 好 组合方差怎么算 两个平方向加上两倍的交叉性 好 有了组合方差 然后开根号得出组合的标准差 这道题目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下面我们进入本章最后一部分 投资组合理论的学习 投资组合理论包含着四个核心概念 每个概念都是以图像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所以学好投资组合理论 必须先要把握图形考点 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预科班最后一个专题里面 有专门介绍图形考点的部分 叫做学会读图 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解 均值方差分析体系 也叫马克维茨分析体系 投资组合理论包含着四个核心概念 分别是机会级 有效边界 资本市场线和证券市场线 这四个概念都是以图像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前三个概念 都是直接建立在均值方差分析体系的框架之下的 体现为这三个概念的图像 共用一个坐标轴 而第四个概念 证券市场线是建立在系统风险测量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 证券市场线也是在均值方差分析体系中衍生出来的 因此 接下来我们就给您讲解均值方差分析框架 好 下面要讲的内容 您完全不用去背 也完全不要求你记住 但是必须要听懂 必须真正的理解 否则后面知识点 您就完全不知所云 只能死即应背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均值方差分析体系 也就是马克维茨分析体系的基本假设 好 首先我们假设 投资者追求单期财富的期望效用最大化 也就是说 这里我们不考虑跨期的问题 不用进行折线计算 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 他只考虑两个要素 一是收益 二是风险 其他的问题一概不问 好 这两个要素 对投资者的意义是不同的 收益是件好事 收益越高越好 投资者都是趋利的 风险是件坏事 大家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谁也不愿意担惊受怕 所以风险是越低越好 投资者规避风险 这是避害的特征 事实上人类跟地球上所有的碳基生物一样 都是遵循趋利避害的本性的 那么风险和收益这两个维度 我们如何量化的衡量呢 收益我们用均值或者用期望值来衡量 风险可以用方差来衡量 也可以用标准差来衡量 在坐标轴上 我们选择用标准差来衡量风险 因为标准差的计量单位 跟期望值的计量单位是一样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 马克维茨分析框架 具体体现为一个直角坐标轴 横轴体现风险这个维度 我们使用的风险测量的指标是标准差 纵轴体现收益这个维度 我们选择的衡量指标是收益的希望值 不同的资产或投资资产的组合 会给投资者带来一定水平的收益 也会让投资者承担特定水平的风险 每一个投资方案的特征 可以用它的风险和收益的水平来表示 所以每一个投资方案体现为 坐标轴当中的一个特定的点 好 现在我在坐标轴里面 随机的选取了1234这么四个点 代表四种不同的投资方案 好 面对这四个投资方案 投资者会如何选择呢 首先我们来看点1和点2 如果这两个方案摆在投资者面前 那么所有的投资者一定都会选择点1 而无情的抛弃点2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点1和点2横坐标的取值相同 说明两个方案下的标准差相同 风险相同 风险一样的情况下 投资者比什么 当然比收益了 点1的收益高 所以投资者一律都会奔向点1 点1优于点2 这是投资者趋利的本性所导致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比较点1和点3 如果这两个点摆在投资者面前 所有投资者都会选择点1 而抛弃点3 点1和点3 纵坐标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说明两个方案的收益是相同的 收益相同的情况下 投资者比什么 当然是比风险 点1更靠左一些 横坐标的取值更小 标准差更小 说明风险更小 因此 在同样收益的情况下 投资者会选择风险低的点1 点1优于点3 这是投资者避害的本性所导致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比较点1和点4 这两个点 好 点1出现在左上方 点4出现在右下方 如果您结合地图来把握 可以说点1在西北方 点4在东南方 好 事实上 相比起点4 点1收益更高 而且风险更低 不管从哪个维度来比 点1都会绝对的优于点4 好 投资者能选点1 谁也不会去选点4的 这是所有的探机生物 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的 您可以记住一个结论 在马克维茨分析框架下 西北胜于东南 左上胜于右下 能选择西北的点 就不要去选择东南方向的点 好 用一句词来表示 叫南而西北有神州 好 接下来 我们来比较点2和点3 面对这样的选择 投资者会何去何从呢 这事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好 点2和点3 可以说是春蓝秋菊各有所长 点2虽然收益低 但是人家风险也低 点3 虽然风险高一些 但有机会博取到高收益 这两个点之间的优劣 取决于投资者的个性特征 取决于投资者风险规避的程度 这就是青菜 萝卜各有所好的事情了 如果投资者是保守型的 风险规避的程度特别强 那么他宁可忍受低收益 也不愿意去冒险 他会选择点2 如果投资者是激进型的 愿意为了高收益而承担风险 虽然他也规避风险 但风险规避的程度要低一些 激进型的投资者更有可能选择点3 点2和点3不存在谁绝对占优的情况 要考虑投资者的个性特征 好 接下来我们结合这四个点 给您引入无效级的概念 好 我们可以说 这四个点当中 点4是一个无效的点 我们给它涂成灰色 为什么说点4是无效的呢 事实上 如果点2存在 那么相同收益的情况下 点2的风险更低 所以能选点2 谁也不会去选点4 如果点3存在 那么在相同风险的情况下 能给出更高的收益 能选点3 谁也不会去选点4 那更不用说点1了 收益更高 风险还更低 所以因为其他点的存在 导致点4会被所有的投资者 无情的抛弃 因此点4是一个无效的点 好 事实上 因为点1的存在 导致点2和点3也被比下去了 好 相比起点2来说 点1风险相同 但是收益更高 相比起点3来说 点1收益相同 但风险更低 点1一旦出现 点2点3都会自残形亏 点1出现之后 意味着点2点3也被比下去了 也变成了无效的点 那么这4个点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只有点1是有效的 2 3 4三个点都是无效的 任何投资者都不可能放弃点1 去选择2 3 4当中的某一个点 好 无效级的概念 说的就是那些被其他的点比下去的点 好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 就是被占优的点 站在投资者的角度 无效级理的点 是被所有的投资者所嫌弃 所抛弃的点 无效级理的点 就是没有人愿意要的点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风险的维度 投资组合理论 其实归根到底是在讨论风险的问题 风险和收益两个维度中 我们更多的要研究风险的维度 好 风险体现为横坐标 体现为标准差的曲质 好 我们不妨在这里画一条线 左侧意味着横坐标曲质小 标准差小 风险低 这是更安全的潜水区 而右侧标准差的曲质高 意味着这个领域投资风险更大 这是深水区有鲨鱼出没 好 所以说从风险的角度来衡量 左比右好 宁左勿右 好 中国近代有一个叱咤风云 但又饱受争议的人物 这个人的书法和绘画的造诣极高 画画这方面 他的水平可以跟齐白石相媲美 所以你叫齐白石吗 我就起一个艺名叫乳赤水 公然跟齐白石叫板 书法方面的造诣更高 而且他有一手绝活 左手右手都能写字 左右可以同时开工 而且左手写出来的字比右手写的字更漂亮 所以他自己给自己刻了一个章 就叫左比右好 同时这也是迎合当年的社会氛围 从风险的角度来看 确实左比右好 因为左面是风险更低的潜水区 均值方差分析体系就给您讲到这里 再次强调 刚才讲的东西不要去背 不要去记 关键是理解 在投资组合理论的四个核心概念当中 前两个概念 机会集合有效边界 学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但是在考试中 初题考察的概率却不高 后两个概念 资本市场线 证券市场线 学习的难度降低了 但是在考试中 初题的概率却提高了 所以后两个概念 学起来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但是我们基础般的讲授 从不规避难点 对于难点问题 是要迎头痛击的 所以机会集有效边界 我会掰开了揉碎了 把原理给您讲透 事实上 从我过去讲面授的现场培训效果来看 90%的学员都能理解机会集和有效边界相关知识里 话又说回来 如果我都给您讲到这份上 您还是听不懂的话 您就可以考虑放弃理解 直接去背结论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投资组合理论中 第一个核心概念 机会集 好 我们先通过一个事例 给您引入机会集的概念 好 接下来 您要做的就是听懂我讲的故事 不要想着去背什么东西 要记住的结论 稍后我会给您总结成三句话 好 话说 大宋年间山东地界上 有且只有两家上市公司 所有的人想要入市炒股 只有两只股票可以选择 一家上市公司是水波梁山 犯罪股份有限公司 他代表了高风险的投资资产 好 梁山好汉 干的是无本的生意 收益率极高 所以过的是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的 豪爽的生活 好 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 希望报酬率高达12% 当然 毕竟人家干的那是刀口舔血的买卖 一天到晚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 一旦被官府抓了去 那是要砍头的 因此高收益背后意味着高风险 高风险体现在标准差上 高达8个百分点 好 另一家上市公司 是五大郎烧饼股份公司 这代表了一项低风险的资产 五大郎勤勤恳恳起早贪黑 打理他的烧饼铺 但毕竟店小利宝 挣不着几个钱 期望报酬率肯定不能跟梁山比 只有五个百分点 但人家这是合法的买卖 守王法梦里无惊 不用担惊受怕了 所以风险也低 体现为标准差 只有三个百分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 这两只股票之间的相关系数 如果遇到了太平盛市 政府打黑除恶的力度比较大 梁山伯的日子不好过 盛市的时候 老百姓就想着吃饱了喝足了好好过日子 所以五大郎那烧饼卖得好 如果遇到了乱世 贪官污吏地地主恶霸横行 老百姓过不下去了 干脆都去投奔梁山德了 那这种情况下梁山伯的业绩蒸蒸日上 所以两只股票之间的收益 是此消彼彰半项变动的 两者收益率的相关系数应当是个负数 假设二者的收益率之间相关系数是负的0.5 好 刚才我们给您介绍的两项资产 有高风险的资产有低风险的资产 但不管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有风险的资产 好 梁山伯干这杀人越货的生意 当然是有风险的 即使是五大郎这烧饼铺 合法经营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受到贪官污吏的弹拨 或者受到流氓恶霸的欺压 它也是有风险的 无风险资产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物种 我们要在后面讲资本市场线的时候 才会给您引入无风险资产 好 下面我们来分析 面对两种股票的时候 不同的投资者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打呼好汉武松 性格比较偏激 快意恩仇是有恶必报 他代表了一种极端激进型的投资者 武松一跺脚上了梁山 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压在了高风险资产上 没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 所以高风险资产的比重是百分之百 低风险资产上的比重是零 那么这种情况下 既然武松上了梁山 那自然过的就是梁山好汉的生活 他的收益 他的风险都是 就是高风险资产的收益和风险 期望报酬率百分之十二 标准差百分之八 好 下面 我们把这个投资方案描绘在均值方差分析体系的坐标轴里面 好 横轴标准差代表风险 我们要找的是百分之八的标准差所在的位置 好 纵轴期望报酬率体现收益 我们要找的是百分之十二这档收益所在的位置 好 纵轴横轴 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二相交的这个点 代表了武松的选择给他带来的人生结局 我们看到这个点的位置非常偏右上 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选择 我们把它称之为高风险点 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武大郎跟武松 虽然是义乃同胞 但是性格截然不同 他代表了一种极端保守型的投资者的选择 他把身家性命全都压在了这烧兵铺上 从来不敢跟这杀人越货的事有任何的瓜葛 所以他在低风险资产上投资的比重是百分之百 高风险资产投资的比重是零 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的风险和收益完全由低风险资产决定 收益率是低风险资产的收益率5% 标准差是低风险资产的标准差3% 我们把这个点也描绘在均值方差分析体系的坐标轴里面 找到横坐标3% 纵坐标5%的位置所对应的点 我们看到这个点 非常偏左下角的位置 这意味着低风险低收益 我们把这个点称作低风险点 好 除了五大狼五二狼这两种极端的选择之外 其他投资者还会有其他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梁山伯的一个喽啰 白天在山寨里面寻山 晚上可能到镇子上去住 他的大部分资产投在了高风险资产上 假设投资比重是0.9 但是还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在低风险资产上也留了一手 投资比重是0.1 这样投资者按照0.9比0.1的比例 把资金分散投资在两种资产上 这时候投资者的风险和收益 是由两种资产共同决定的 首先我们来看期望报酬率 任何情况下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都是各项资产报酬率的加权平均 我们按照0.9比0.1的权重 对高低风险资产的报酬率做个加权 得到的结果就是这种情况下组合的报酬率 11.3% 好我们再来考虑标准差 因为相关系数不等于正一 所以要算标准差先算方差 好按照我们前面讲过的口诀 两个平方向加两倍交叉性 得出组合的方差 然后开平方得出组合的标准差 是7.05% 好我们把这个点也描绘在 均值方差分析体系的坐标轴当中 当投资者按照9比1的比例 分散进行投资的时候 它的风险和报酬 体现为坐标轴上这样一个点 因为高风险资产所占的比重高 达到了90% 所以在决定投资者风险报酬的时候 高风险资产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这个点的位置离高风险点非常近 离低风险点非常远 好除此之外 投资者也可以28开 也可以37开46开 按照不同的比率来分配资金 好我们看到 当面临两种股票的时候 投资者要做出的选择 是如何分配自己的资金 是如何来确定两个投资比例 而一旦做出了选择 你就要接受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 就是特定的风险和特定的收益 选择的结果 体现为风险和收益的搭配组合 好这样的组合 我们可以用坐标轴中的点来表示 您看到的图上的这些三点 体现出了随着投资者 对两种证券投资比例的改变调整 投资者所承受的整体风险与报酬的变化 这些点归根到底 体现的是风险报酬之间的权衡关系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这些三点 用平滑的线连接在一起 得到的就是机会及曲线 好 机会及曲线代表了所有可得的投资组合的风险和报酬 无论投资者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它的结局一定会体现为这条曲线上的某一个特定的点 好 机会及曲线我们暂时讲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正式给您讲解机会及的定义 对于这个知识里 您只需要记住教材里面三句话的结论就可以 好 第一项表述 机会及描绘的是 随着投资者对两种证券投资比例的变化 投资组合风险报酬之间的权衡关系 好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给您做过解释 投资者在高低风险资产上如何分配资金 如何设定投资的比率 这是投资者的选择 而投资而由此构建的投资组合 会带来多少收益 要承担多少风险 则是选择带来的结果 好 第一个表述 我就不再给大家做更多的解释了 下面我们来看 关于机会及定义的第二项表述 好 机会及 有时候也被称作可行性级 它代表了投资者可得的投资组合 好 所有可得的投资组合 一定会落在机会级上 不会出现在机会级上方或下方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机会级 机会级曲线以外的点 对于投资者来说 都是渴望而不可得的 好 现在我们在直角坐标轴里面 找出一个点点一 点一代表了一个特定的风险和报酬的组合 由于点一这个点落在了机会级曲线上 所以投资者就手头现有的高低风险两项资产 在两项资产之间搭配资金的比例 经过反复的调整一定能够找到某一个投资比率 拼凑出点一所代表的风险和报酬的组合 这就像是密码锁一样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反复的去调整 反复的去测试 一定会听到啪的一声响 密码对了锁被打开 好 我们在坐标轴体系里面 再找出另外的两个点 点二和点三 一个点在机会级曲线上方 一个在机会级曲线的下方 好 这两个点落在机会级曲线以外 这意味着给了你两项资产 随便你怎么搭配 怎么组合 都不可能拼凑出点二点三 这两个点所代表的风险报酬 这两个点对投资者来说 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好 举一个例子 假设您生活的小区 现在被封闭隔离了 没法外出采购 家里头就剩一个鸡蛋 一个西红柿了 那么您可以做一盘凉拌西红柿 您也可以去吃水煮蛋 您还可以做个搭配组合 炒一盘西红柿炒鸡蛋 这些对您来说都是可得的 如果您想吃红烧排骨 您想吃糖醋鲤鱼 不好意思 这样的菜对您来说 那是渴望不可及的 想想罢了 手头的食材根本就不支持 好 这里面 点一就相当于是 西红柿炒鸡蛋 投资者能做得出来 点二点三 就像是红烧排骨 糖醋鱼一样 根本就做不出来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表述 如果投资者调整 改变了投资的比例 重新来分配资金 这带来的结果是 投资者风险报酬的点 会沿着曲线滑动改变位置 但是这条曲线本身不会改变 只有当两项资产之间的 相关系数变化的时候 才会改变曲线本身 好 假如我们前面的例子中 梁山博的这个喽啰 眼看着政府打黑除恶的 力度增强了 他想给自己多留一点后路 在低风险资产上增加了投资 也就是说 投资者改变了自己资金分配的比率 这导致的结果是 代表风险收益的点 从机会机曲线的一个位置 滑动到另一个位置 此前此后的点都在机会机曲线上 此前此后 机会机曲线 这条线本身保持不变 你沿着马路从这头走到那头 你在马路上的位置变了 但马路本身没变 好 什么情况下 机会机曲线本身会变化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如果相关系数变了 这条线本身会发生改变 改变投资比率 这是点沿着线的滑动 是点动线不动 改变相关系数 则会导致线本身的移动 是点动线也动 好 机会机的定义 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